这一件对我印象很大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结婚之前也算是一个很突然的决定 因为在前面这26年的时间都没想过结婚这件事情 就没想到这么年轻的年纪 就突然就决定要结婚 当时就很排斥的一切 然后也增加了分手 就很多人都聊过 因为那一件事我印象的一件事有丰富 无论是考出我的考虑美国人 也有考出我考虑我的一些成绩 他们都会给我一件限制 不会打造 当然也有点感情 因为我知道英国的前两个还挺排气的 但是呢 所以我会就做一件事情 还是进行到的既纳的追求 然后慢慢的老公走的时候 刚刚就回一回 回到美国的时候才一年一年 在三道里面接到老婆到美国来 慢慢的慢慢的 就可能结婚了 是因为我自己 对于家庭 这种感觉有可能 稍微愿意把自己当作 当你决定要成为家庭的时候 真的 你见我看见这个 我觉得很不相同 但结婚是有可能 有这个恐惧的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简单 还是有很多的情绪 是处理的 当她来到新任的时候 她发现这个 其实是一个问题 因为她是一个战争之劳 这些很多的决定 方式是单单的起来 因为在美国已经生活的一年 再让她过来 我们今天感觉到这种生活完全是一种变化 就是完全是一样的 以前这种 可能在生活的那种生活 是吃饭的解决的物料 真的吃饭给我来讲 因为大的问题 我非常便宜 做饭 还有生活中这样的问题 那种新单 当你一日来到美国的情绪 因为基本有很多好多朋友 但是你当面对决定的压力的时候 让你面对那些很多的决定的困难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可能是朋友 很多人都不幸福 所以这一年对我来讲 真的是非常 对我来讲 磨变非常大 非常大的一年 因为很多的决定 我现在就在那种生活内容 是因为很多的困难 我以前没有 所以当时过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 一种 郭军带来的责任 还有郭军带来的那种承担 可能家人的互动承担 给了很多的 很多的质量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一个人真的是 为我分担自己的重担 比如说 我在实验室里的一些工作 我觉得自己做过来的时候 觉得挺大非常苦的 他不常会给我很大的自己 尤其是在生活里面 这个真的帮助非常大 因为我是一个生活 但是做得非常 我觉得不是很好 因为我是比较厌厌 厌厌的这个做饭 所以就是做本身 身体也搞得很好 所以他来了之后 因为他做饭 真的是非常信心 而且对我的身体照料 对我生活里的照料 真的是非常的 信心入微 我真的是感觉到一种 家庭给你下来的风转 所以对我来讲 无论是责任也好 或者是性格也好 我真的是很感激 对我的老婆的支持 对我的支持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今年也是受洗了 今年十月份 也是蒙成哥的引领 我真的是进入了神的国里面去 因为其实为什么很感激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也对我来讲 也是蛮突然的 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想到 可能小一国 可能老了的话 事业有成了 可能来一天去教会 去学习 学习 更了解一下人生怎么样 到底就是人生怎么样 觉得平时都很忙 可能去说为了教 就是为了去看 你的信仰 花那么多的时间 所以这个在我对人生表里面 也没有这样一个信仰的安排 但是也很突然 就是从回 也是今年 从国内回来的时候 我也是抗拒这个教会的 我觉得 身经不是很好 身体也不是特别的无异 所以我不是很想来这个教会 就是 就是 交流 当时蛮排斥 但是那一天呢 虽然有这个想法 我说我要想到陈医生家里去 看一看 那就是很 就是那一次呢 我突然就是听 陈哥讲他的见证 但是这个见证呢 我以前也听过两次了 也是也没听过两次 但是 也没有什么触动 因为我就是这些 但是我就是 那时候确实很感动 但是我相信 因为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 你可以通过的努力 你通过你自己的努力 你说我想要到达一个什么地位 我想做一个公司的经理 我想要创业 可能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通过自己的自己 都是可以做到的 对我的感觉就是 我很感动陈哥的经理 但是你说如果有神挂钩的话 我觉得当时的我还没有理解得了 但是那一次 就是真的是 我很相信真的是 神的存在就在那个地方 但是这个东西 怎么去解释 我们才清楚 但是我就知道 这不是人所做的 不是陈哥一个人所能做到的 那一定是神在这个地方 那一天我真的是 非常的感动说 哇真的神真的是这么伟大 是这么的爱的人 好像很感动 当时我就下决定 我以后一定要 我后续圣经 我一定要 每一次都要来教会 来清听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东西 对我出动很大 而且对我帮助很大 因为从那之后呢 就是平常会来 而且在神多的这个 在圣经的讲解里面 就觉得真正的是 慢慢对神的了解越来越深 直到自己 也是把自己的一个经历 也融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真的是在那个地方 如果说没有神的存在的话 我可能真的是 不会在这个地方 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当我慢慢慢慢走到这个过程的时候 也是到收习的前三五天的时候 然后我就决定收习 而对这个收习对我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呢 其实我是一个 算是一个蛮努力的一个学生 虽然说我蛮孩子气 但是我其实还蛮要强的 从很小的时候到大学的 到年轻生 我觉得过程中很努力 而且也能够看得到自己 真的是一点一点在成长 从一个非常羞涩的一个人 到就是羞涩到 不敢在人面前讲话 就是假如说我是班长 我假如说我要宣布 我们这个周末有什么活动 那我从座上站起来 我要说一句话 我真的是感觉脸红 心跳渣速 我真的是很恐惧 但是慢慢慢慢慢慢的呢 因为我有一个目标在支撑着 我说我在大学 我一定要做学生会主席 我一定要拿国家的奖学金 这是我的一个目标 但是其实自己的水平 还是远远不足的 但是这种努力的 一直一直的支持着我 而且一点一点的看到自己的成长 但是我发现自己 你可能看到自己的成长 但是你发现自己的改变还是蛮小的 因为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 就是希望 真的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我发现尽管我的目标在一点一点的实现 但是我自己所做的改变很少 我还是一个蛮自私的人 我还是一个很自我的人 就是放下自我 当我说 假如说我刚刚开始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我还怕别人说 哎 你是不是基督徒 你怎么这样呢 你靠自己的样子靠神 我很怕别人这么讲我 还是很 就是说我把自己端得很 还是端着自己 还是怕吃掉这个自我 所以我在这个 就是在认神之后 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 在重新认识自己之后才发现 自己可能进步还是有的 但是自己的改变真的很少 所以我真的很感觉 这个真的是能够遇到成哥 能够进入这个神的国里 真的是一天一天都要知道 这个神的存在能够帮助我改变 希望能够成为的那样的人 而且我还有就是要感谢成哥 因为跟说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不足 但是成哥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真的是不离不弃 也是遇到时光 对就是确实是很多的问题 都是无厌其凡 可能你这样犯了好几回 但是他都会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只要去找成哥为你解答 他都会无厌其凡的去帮助你 能够一点一点的去认识和靠近神 真的是能够进到这个家庭里面 还是非常的幸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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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